两位身兼前行政长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 牵头筹组非政府组织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董建华和梁振英担任联盟总召集人 人大常委谭耀宗出任秘书长 预计会联系一千个社会各界人士 包括地产商等工商界 专业、宗教文化、社会地区团体等 将会以筹款等方式推动一系列事务 协助香港在经历反修例事件和疫情冲击之后 预备下一步工作 初步救私包括协助年轻人就业 工作范畴不涉及政治事务或者助选 不会倡议政府政策 而联盟正是草耳的共同宣言 会强调一国两制、经济民生、法治和团结